今天小猪佩奇带着弟弟乔治跟小兔追悲卡、小曼Candy、小哥Fanny、小小Emily一起去加油 他们坐着小巴士出发了 到了十字路口巴士遇到红灯停了下来 小家伙们兴奋地看着窗外的叉子眼红 大自然是一片的猩猩向人 巴士继续往前开 把小猪佩奇和他的朋友们送到了目的地 大王叫我来循山 抓个和尚做晚餐 这沉浅的水 无比的甜 不信鸳鸯不鲜鲜 看人对我眨眼睛 巴士听闻了 佩奇、乔治、Jbaka、Candy、Danny、Emily 一次下车 别问我哪里来 别问我到哪里 佩奇和朋友们在草地上玩 在花丛中玩 在光木丛中传说 突然小猪佩奇定叫起来 快看有蝴蝶 好多蝴蝶呀 小家伙们看到漂亮的蝴蝶翩翩起舞 小猫Candy和小狗Danny追着蝴蝶爬 抓个和尚做晚餐 Candy说 我最喜欢蝴蝶了 我要和蝴蝶来个美丽的邂逅 Annie也说 我也要和蝴蝶来个美丽的邂逅 小猪佩奇对弟弟说 乔治你看蝴蝶好漂亮啊 乔治说漂亮漂亮 小家Emily对佩奇说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蝴蝶啦 小兔追贝卡也说 蝴蝶真好看 这时候乔治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 他就有他恐龙恐龙 姐姐佩奇过来看看 哦 原来是瓢虫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他的背上有七个点点 就是七星瓢虫呢 这时候佩奇的朋友们都围攻来 大家一人一句的跟乔治讲瓢虫的事实 佩奇他们跟蝴蝶跟七星瓢虫一起玩得好开心呀 最后他们把蝴蝶和瓢虫都放回了大自然 三dan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